卡飘之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边 我骑着车几乎逛遍了整个上海的中心区域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 我每天骑行大概在30公里左右 而且我会特意的绕开我之前已经走过的一些路 为的是把所有的马路都压一遍 看一看街边的咖啡馆餐饮店 来从侧面的了解一下 我所处的这个行业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近这段时间看到的关于咖啡店行业的一些感想 众所周知夏天是属于餐饮行业 特别是饮品行业的一个旺季 每年从5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的 会持续到9月份10月份期间 就不断的会有新的饮品店开业 我从7月份回到上海到现在 我看到陆陆续续的不断有一些新的咖啡店开出来 也看到有不少之前的一些老的咖啡店关掉 然后再重新的装修一遍 摇身一遍 换一个新的名字 它就变成了一家新的咖啡店 这种例子也真的不少 生活在上海的小伙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关掉了不少咖啡店 但是又冒出来了很多 所以说好像又没有影响到整个行业发展的步伐 可能不少老板知道 我在上海是有一家咖啡贸易公司 以及咖啡学院 专门的给咖啡店做供应 以及咖啡师做培训的 就在刚过去的7月份 8月份这两个月 全国各地来上课的 准备开店的貌似 好像是商量好的一起来的感觉一样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月 本来就是属于饮品行业开店的旺季 所以说就迎来了一个小小的密集期 再加上上海生活和工作的节奏 也逐渐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所以说感觉一下子就忙了起来 我不知道生活在别的城市的小伙伴 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咖啡店 一下子多了起来 反正从我的体感上 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2015年到现在 资本市场慢慢入局咖啡行业了之后 开咖啡馆已经变成了一种大的趣事 在这种趣事下 可能有不少人看到 别人投资个几十万就能开一家小咖啡店 心里边就会觉得有点痒痒的 羡慕他们的生活以及工作状态 其实看别人开店和自己开店 完全是相反的角度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一直比较坚持的一个咖啡馆的经营逻辑 是在顺应一个大的趣事下 再去寻找一个逆向思维的小事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这么多咖啡店都还在跟着星巴克卖拿铁美式的时候 前几年的OPS就通过菜单和体验的这种差异化 形成了这样的小事 成为了近些年来 非常具有参考性的成功的咖啡馆之一 虽然说相比连锁店来说 它的体量小 但是这种方式的确是打开了一个更加细分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受众 仔细去看一下OPS店里边的菜单 其实他们连义式咖啡机都很少用到 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完全不用一式咖啡机也照样能够经理下去 所以说就在OPS开店后的这几年里 可能又冒出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OPS 或者是各地版本的OPS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运用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找到一个突破口成功的一个案例 同样都是咖啡店 你依然还在卖着20块钱一杯的美式和拿铁 我却在卖着一杯50块钱的一杯特调咖啡 当然现在如果再按照OPS这样的一个产品模式 开店其实已经晚了 因为你能看到不少的连锁咖啡店 也在开始推广这种特调咖啡了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甚至已经有专门做特调咖啡的连锁咖啡店了 我相信不只是餐饮行业 任何行业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成功的案例 所以说当你想要开一家咖啡店的时候 也一定要有这种逆向思维的方式 特别是在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 咖啡店无庸置疑上海是非常卷的 但是也仅限于市中心的区域 所以说可以用这种逆向思维的方式来选址 在周边郊区找一个房租便宜的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开店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算是营业额一般般喝咖啡的人少 但是低成本运营也能够承担得了 当然还有一些二三线城市 不少小的咖啡馆 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的房租 每天卖个三五千块钱的营业额 利润也相当可观 我去年去的郑州的谢尔公町的第一家店 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他们刚开业的时候就用了一台二手的几千块钱的咖啡机 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的小屋子里面 一天也能做个上万的营业额 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一个营业额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所以说看到这些小店的成功 你就会发现店面能不能赚钱 其实跟他们用什么咖啡机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相反他们把重心放在了店里边的产品研发 以及产品出品的服务和讲解体验上 所以想要开一家好店 一定不能盲目的去跟风说 大家用什么咖啡机 我也用什么咖啡机 他们卖什么 我也卖什么 这样是一定行不通的 你就看市面上用什么设备的多 你就不要再用了 不要跟他们卷来卷去的 不能盲目的跟风 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认知 和一个理性的判断之后 再去逆小式的去做差异化 那就比如我在曼谷去过的一家咖啡店 他非常偏很郊区 那属于是家庭式的咖啡馆 也没有什么设备和房租成本 所以说他们的开店成本极低 但是咖啡以及吃的食物和价格 跟市场的平均价也差不多 而且品质也非常好 所以说他每天就用这种极低的成本 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可观的利润 也不用像在市中心的商场里面一样 我每天一开门 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已经在那里了 可能不卖个一两百倍 都不够每天的成本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开店的时候 不一定就非得在市中心 你看看上海徐慧 靖安 黄埔的这些咖啡店 都密集的都卷成什么样了 如果我在上海开店的话 我可能会开在郊区的地方 用跟市中心差不多的品质和产品 以及服务来提升郊区的产品的体验 这个差异化可以是各个方面的 产品 服务 设计 环境等等 当然我自己个人更在意的 还是在产品的设计和服务的理念上的差异化 今天话题聊的有点干 有点无聊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经营咖啡店的人来说 可能会给到你一个方向 如果你正在打算想要开一家店 能够让你有些思考 能够帮到你的话 那我也会很开心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诶 对了 小伙伴 我刚才忘记说了 就是如果你还是想开一家咖啡店 像马老师这样 那我觉得你怎么开都无所谓 但是我天天煮业是伺候这一种猫果 副业才是做咖啡 但是我第一批还好 我去哪里 你也找到没有 你